-在後面也輸一層 -在後面也輸一層 -超好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豆里頭,我躲立兒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平常在怎麼畫我的眉毛 然後呢,本人我的眉毛呢 是之前有去漂眉,但是 它的顏色慢慢淡掉了 這個型就剩一點點而已 然後我在這之間也沒有去補啊 也沒有去重用 然後其實啊,女生在每一段時間的眉毛 你們有沒有發現都會長不一樣 然後以前啊,我國中時期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畫眉毛 基本上所有妝都畫完 眉毛就是沒有畫的 但越長大就會越發現其實眉毛真的是 在整個妝容上面那個重要性真的是蠻大的 我最近畫眉毛的是用這個 然後這是我在康氏眉買的 我就試用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蠻好用的 它買來的時候本身就是會附這個眉刷 它的顏色有非常多種,所以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那我的畫呢,是用Dark Brown生咖啡 開始囉! 它的用量也是蠻省的 然後沾一點點 我畫眉毛的時候呢,會先這樣往上抬一下 雖然會有抬頭的 但是我這樣子才可以確定說 我的眉毛到底有沒有畫得一樣高 然後就稍微這樣抬一下 我會先在下面畫一個直線 就用沾的,就像這樣一點點 看得出來嗎? 再來呢,我會把筆 的那個尖尖的地方這樣往下 是變成這樣垂直的 然後開始 上一根一根的畫 就形狀部分齁,其實 上面先不用太管它 照著你的毛這樣一根一根畫 用尖尖的這個地方往上掉 再後面的眉梳 然後我喜歡眉尾這個地方再加深一點點 所以我還會再沾一點點之後去補在眉尾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我這樣眉毛畫的是正確的 但是這是我最近畫眉毛的方式 那你們就稍微參考一下 然後毛的部分呢,你就先把它先梳整齊 眉毛這樣差不多我就畫完了 接下來呢,為什麼要讓毛流感看起來更明顯呢? 有的人不是會擦那個睫毛膏嗎? 但是我覺得睫毛膏 有時候你絲手的時候會不小心這樣 捏一大塊或者是上太多 所以呢,我發現一個蠻好用的 你們可以去買睫毛膏打底 然後這兩個是我蠻推薦的 一個是愛杜莎的這一個 然後再來呢,是KATE的這一支 我跟你講,KATE這支我超愛 你看它的顏色超級爆錢 但是它其實擦上去是會讓你的毛流根根分明 然後加深的 如果你學生想要偷擦睫毛膏 或者是你平常不想要畫睫毛膏的人 這支我超級爆推薦 它刷起來真的就是很無感 就是很像你真的睫毛的一樣 但是它同時就可以讓你的睫毛變得更濃密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心機的睫毛膏 它也可以拿來用在刷眉毛 左邊這支刷KATE的給你們看 然後右邊這支刷愛杜莎的 然後我先把我右邊這邊趕快先把它畫完 進來一下喔 太濃了 眉毛這東西真的是 一定要常常練習 因為有時候 我是每天手感都很好的 有時候我會畫失敗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是會畫失敗 畫成空 因為有空洞地方對不對 就是這樣平平的 然後如果你要畫這種有毛流感的眉毛 基本上你不能填補得太深 要不然你如果畫太深的話 你後續再上那個睫毛膏等等之類的東西 會看不出來它的毛 不會換羊膏嗎 應該是有囉 左邊我先來用KATE 有沒有看到 而且它是梳子的 所以你稍微的貼在你的皮膚上面 它也不會看起來很睫快還是很自然 是不是很像自己的眉毛 就要稍微的這樣 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超級爆自然的 你也不用擔心說 我畫太深還是怎麼樣 如果你還要再深的話 你再加 繼續加 繼續加它就會越來越深 因為有的睫毛膏畫起來 真的是太突兀了 這支KATE完全畫起來超級爆自然 SIMSAIN 超好用 右邊這支我還是愛妒莎 愛妒莎這支就會比較像睫毛膏 這支也是比較需要小心臉上 因為它顏色比較深 你們看一下這個是不是會比較深一點點 跟KATE的比起來 KATE就是屬於比較自然性的 再來呢我們可以拿液體眉筆來修補一些形狀 或者是你覺得就是有空洞的地方 之前呢我很喜歡用魅典的這一支 那但是我發現這個牌子的 我覺得比魅典的效果還要好 因為魅典它的顏色會比較淡一點點 然後顏色沒有那麼飽和 但是這個牌子它畫起來的顏色非常飽和 而且它的筆頭又再更硬一點點 所以它也比較好去挑那個眉毛的形狀 雖然魅典那個比較便宜啦 讓這個液體眉筆稍微修一下心 再來形狀要再更銳利的話 下面這邊我們可以用遮瑕 那遮瑕呢我喜歡用這個是瑞妹的 它本身前面就是這種有筆刷的 所以呢它在修飾這個形狀的時候 特別的好操控 而且它也是水潤款的 所以呢它在遮瑕的時候 也不會說很容易結塊或是幹嘛的 它非常的好推勻 你只要輕輕拍它就會推勻了 然後你這邊的眉型又會再更瑞麗一點點 這個是我最近很喜歡拿來修眉毛的形狀 拿來當作你眼下的體諒也很棒 因為它很水潤 這支超好用的 我跟你們說了 其實眉頭這邊不用那麼重 我今天下手有點太超過了 too much 你這樣有時候拍片的時候就會畫得太爽了 你知道嗎 好了反正我最近的眉毛就是這樣子畫的 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最近的眉毛是什麼畫的 希望你們會喜歡 有任何問題呢記得在影片底下 留言給我或是我的粉絲圈 喜歡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屬於最新影片記得開啟鈴鐺 關注追蹤一下 其實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算了這樣也別有一番風味 醜的風味 眉毛就是不是每次都要好成功的 Bye